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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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10月大家應該拿到今年最后的消費卷 所以又是我BOBO出場的時間 對於一種電腦玩家來說 10月相信都會花不少錢用來升級 AMD和Intel都有新一代CPU推出 至於顯示卡 就一定是NVIDIA剛剛出的GeForce RTX 4090 聽說今次這張顯示卡比上一代更了成本有多 今次RTX 4090用了最新的ADA Lovelace架構 針對光追的RT Chorus也升級至第三代 比上一代RTX 3090甚至3090Ti都多很多 至於記憶體同樣都是24GB GDDR6X 其實這張卡在推出之前 就有不少報道都說這張卡好食典 至於出到來 其實跟RTX 3090Ti一樣都是450W 最理想當然就是直接換PCIe 5.0的火牛 但要一起換買又要多洗一筆 所以廠商都會好像SOTEK 照送一條轉接線給大家 不過就要留意RTX 4090用轉線 是需要駁回四個白編頭 今次的RTX 4090就用了SOTEK這張Gaming GeForce RTX 4090 AIM Extreme Arrow 第一眼看下去就會覺得跟SOTEK一直的顯示卡很不同 擺脫了四四方方的感覺 細心點看起來有點像超炮 它用了流線型的設計 可以加強空氣的流動 提升散熱的效能 風扇都是見慣的三風扇 不過升級至110mm 風量和風壓都有增加 就算長時間打機都沒問題 不單止樣子不同了 就連上面的RGB都有更多的變化 整張卡不同位置都有燈光效果 用Firestorm就喜歡點教都可以了 不止這樣 現在手賣全系列SOTEK Gaming GeForce RTX 4090系列的顯示卡 還會送Gaming Duo ARGB顯示卡支架 個底有磁力吸實 還可以調校不同的高度 最重要當然是跟氧色發光 講了那麼久 是時候試試4090是否真的那麼厲害 今次還會加上3090和3097做比較 首先簡單一點用CS GO來熱身 在4K最高設定之下 其實就算以3090或者3097 都可以輕鬆到300fps以上 主要是因為這款遊戲 以現時的高階顯示卡來說 可以輕鬆應付 至於4090 就同樣都是340fps左右 怎麼辦 不見了我的同伴嗎 人呢 自己人來的 快要9000多萬 我起碼買很多東西 我忘記買槍 接著就試一下Spiderman 這遊戲最重要就是流槍 先可以飛前走壁 周圍穿插 4090的表現究竟 4K最高畫質都可以去到130多fps 至於3090和3090Ti 就大約是接近100fps的水平 看甚麼 我現在飛得很流暢 我現在飛得很流暢 哎呀 來吧 這個遊戲最好玩 真好玩 雖然我好像HandyCamp 最後就試一下最近多番人玩的Cyberpunk 2077 而且遊戲廠還為了4090出了個update 可以用到DLSS3 所以都會看看究竟DLSS3是否更厲害 首先試一下4K之下的Ultra畫質 4090都可以有80fps以上 比起3090的40多fps 和3090Ti的70多fps都高出不少 至於Cyberpunk 2077最重要就是試一下RTX40系列全新DLSS3的效果 4090在Ultra加DLSS3可以突破200fps 至於3090和3090Ti 在DLSS2之下雖然可以突破100fps 但仍然只是4090的一半 再來就試一下Highway tracing 同樣配合DLSS3 4090都仍然有180多fps 而3090和3090Ti就因為只有DLSS2 所以就只有80多fps左右 有 我有車牌的 我旁邊走過這麼穿 撞死你了 最後就總結一下RTX4090 講效能它真的沒得輸 而且還有很明顯那隻 不再是擠牙膏那樣升少少 至少來三至四年都不用再換卡 但這張卡真的幾大幾重 機箱小一點都未必夠位放 又怕快板未必頂得住 幸好SUTEC現在會送一支 ARGB千斤頂 而且外形都相當特別 不再四四方方那麼悶 今次介紹就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就記得CLS 日後會有更多最新的科技資訊 以及其他好玩的電子產品推介 拜拜